自從羽術之戰發生的北京 測成六零年代瑞典首五四個各務市政府全面推動督根之後 年期一代開始覺醒 七年組織的All-Native Stone 主持抑制城市的領主選擇 他們不想一作因經濟發展惡把力小記憶都刪除了城市 地鐵戰事件大使 其實有其他三個不需要工作的包包 但這不便宜行事 置之不理 抗爭出其一集比暴力小組一段 但政府並不願意妥協 除了因為已投入的自己 更因為他們包含的任務之前 他們在暴力支持手術 羽術之戰也允許數日 年輕人將自己憋在書上 藝術家在現場表演深淵 男人老少不分這檔色彩 或得互數情聚在此 最好是出現要從12歲的苦衷 給政府當後綁合 光臨的重點理解 在決定的一個整頓之前 這種聲音必須被聽見 這些數字流傳也聞到實際 建設之明 一回住建築的 實在發展的劇業 他們是任典民主發展的建設 2014-2014-2025 與26日交際的夜晚 除了百分之一 在展現時光不感的書面巨大 為了豬隻遠雄姬 其中一團都要用光致品 遺除暮眠、印度子彈、風箱、學生、路人、上班族 媽媽 大將獲報學獲達成 暫時執藏的樹木被殺破的祕遇 在這裡 曾經有機會成為圖書館的日治時代 古蹟被創除 曾經有可能成為公園一份的百年老張樹 與八百多棵樹或以死亡或苟延殘船 採用一罐子挖掉這個城市的文化、生活、歷史的軌跡與問 只為了一座醜陋無編的高低巨獸 如今 船上三十年的古蹟道館也要消失 我們能不能也一起搭證上政府書 我們想要給台北勝利一種選擇 我想要輕盛地扭轉 我想要嚴重地再順利下船 我想要看得到紅樓的花開滿的古蹟道 我想要以後 在這裏城市裡面 能力分和可以好好生活的權利 但我們的戰役還沒結束 這五財團一連奧奧奧 我們需要各個奔怒的人出來向政府 向財團幕後 讓全靠動力下舍的野人的行為都能力之 四十年後 我們再一起回家 希望到時候 我們也能慶祝 台北有叫的勢力總選擇 大家看完這段影片的時候 大家覺得說我們現在政府的思維到底是合成的角度 然後去破壞我們的生命 就是我們都市中警惕的一些束縛 我們先從 因為我從生態來開始講話 當我們的環境過度開發的時候 我們青春的還有什麼 我們的人形到處 或是說沒有被破壞過的古蹟裡面所留下來的樹木或是生態 其實它是非常富有的 可是當政府他們要開發的時候 他們確實用另外一種思維是 他覺得這不需要不重要 所以要去破壞它 可是對我們市民來講的話 它是一種我們的記憶 或是長輩的記憶 或是他有人歷史的記憶 可是這些記憶並不完全是政府 他們可以用他們所謂的開發去把它剷除掉 或是去把它整個議題 但是當我們綠地開始消失的時候 我們生態環境就會慢慢的減少 讓我們的都市就會越來越熱 當我們越來越熱的時候 我們才會發現說樹不見 那當我們發現樹不見的時候 就會發現說 我們的環境是多麼的惡劣 然後這些圖片是 以前熱帶雨淋所呈現出來的一些畫面 可是我們永遠只能在課本上 書本上 刻在圖上只能知道這些 可是我們永遠沒辦法去全身體驗說 這樣的環境是怎麼樣的舒適跟一個空氣 可是我們永遠都是處在一個都市 然後車水盲的一個環境下 永遠沒有辦法去體會說 樹是對我們人很重要的一個部分 然後這張圖是過度開發 就是它們破壞雨淋 像我們十二年國教的教科書 它永遠都是原木生米 就是熱帶雨淋的樹木 可是這些樹木被砍了以後 其實它的紫漿是數量沒有那麼多 所以我們的教科書 可能五百本書用了一頓的樹 可是這些樹被我們砍掉的時候 它已經不會散開 然後這是它們破壞的過程 那在我們破壞過程的時候 你會發現說一些生態都不見 因為它們會隨著環境去改變 它們的氣息力 然後這就是熱帶雨淋 它們所原本的物種 可是當雨淋不見的時候 它是會隨著環境跟區域形 去慢慢地遷移 遷移到一個程度的時候 它們是面臨死亡或是絕種 那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去保護它 或是把它保護得下來 而不是去過度的開發 對 導致我們所呈現的都是一些教科書 可是永遠沒辦法在 冷凍的環境裡面去感受說 這些環境然後去做觀察 我們只能用書本來做觀察說 這些鳥類這些動物 等熱帶雨淋 然後這些是我們過度開發的城市 像六年前美國做研究發現說 台灣海島它是一個快速沙漠型的國家 為什麼 因為它是一個 樹木慢慢減少的環境 所以 我們 慢慢地會發現說 我們的都市 或是任何一個地方 風沙越來越大 可是大家我們可以看到的是 上一 前幾張圖片 這圖片就是 像比如說林口 它們過度開發 可是它們把這塊地 產平了之後 在等待開發的這個時間 那我們風沙一來的時候 基本上就是一個空氣汙染 跟一個 可能會造成我們一些 呼吸道疾病 只是非天生的 那我們空氣會越來越差 然後當我們 多次過度開發的時候 其實氣溫會越來越異常 甚至會覺得說 我們 夏天跟冬天前 已經沒什麼差距 甚至 感覺夏天 會更炎熱 然後更 更悶熱 而且我們 台北市來講的話 它是一個 墾地 所以它不應該 被 過度開發 而且在我們新衣區裡面 基本上它是一個 過度密集的開發的一個地方 然後這張座邊是我們在 收音護術的時候 功夫難度上所 記錄的一些 溫度 然後像上面 第一張波羅露露面 它沒有在速音的情況下 它是36 63度 其實它溫度很好 然後水泥 水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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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溫度比較適合我們人的一個環境跟溫度 可是當我們政府他們今天一一的把這些樹剷除的時候 其實我們走在這街道場 我們是非常炎熱的 而且是非常悶 而且風沙也很大 然後這張圖其實大家可以稍微看一下 過度密集的一個城市 就是我們的綠地跑到哪裡去了 其實它已經慢慢在消失了 我們現在最大的公園在哪裡 只有大安生命公園 就是這一角 可是你不覺得我們的公園很少嗎 就是全部都是都市 就是建築物 然後百貨公司跟一些商店 然後這麼大一區就只有一個大安生命公園 而我們今天想要保留的是 就是第二個台北市 第二個大公園 可是它如果我們可以把它保留下來的話 基本上它的價值會遠遠超過於我們現在所看到的大安生命公園 因為松山煙場 它富裕了很多生態 因為20年來它沒有被破壞過 再還沒被渡更前 其實它是一個 在都市裡面 它是一個很好的環境 沒有被破壞過 所以它的樹木 它的生態 其實是20年來 大自然所賦予的 所修復出來的一個成果 可是我們今天為什麼 我們的政府 沒有去考慮到說 這一區適不適合被開發 適不適合開發 我們今天要講的是 我們要用什麼樣的方式來開發 我們不能因為樹木擋到你的開發 而把樹木剷掉 我們今天是要去遷就我們現在的雨林 或是人行島的樹木 去做一個適當的開發 而不是你去哪裡 要開發就開發 我們今天要全就樹木來開發 而不是樹木來遷就我們的所謂的開發 我們現在台北市的負地率 其實它很低 全台來講的話 每一個城市 每一個都市 負地率要幾毛10% 可是我們台北市的負地率 只有4.1% 可是這4.1%還包含著陽明山 如果我們今天把陽明山拿掉的話 基本上我們台北市整個負地率只有1.1% 好 這是我們現在看到的松山煙場跟北市場跟國分煙場 以它這樣來算的話 其實它包含了很多人文歷史 古蹟跟我們長輩的記憶 還有20年來所富裕的生態 如果我們今天有辦法把它變成公園的時候 基本上會比大人生靈更有意義 因為今天大人生靈也是人做出來的 可是今天松菸不是 今天松菸是大自然創造出來的 它的所富裕的生態是大自然 我們人沒有辦法去複製的 而且要花了20年的時間去修復它 去創造它 為什麼你說松菸是花了20年去複製 因為松山煙場在民國37年 因為松山煙場在民國37年3月的時候 他們在日本人來的時候 基本上37年3月才蓋好 可是他們所富裕給我們的 不只是現在我們看到的環境 其實他們給我們的更多 多的是人文記憶跟文化 那我們今天 日本人走了 這塊地他們放置了20年的時間 這個就是大自然在富裕 這塊地皮的時間 它所創造出來的 基本上不是我們可以想像的 裡面有很多隨身植物跟動植物 是我們沒有辦法去想像的 我們今天不能要餵一個公園 然後去買野生動物來這邊放 不行 可是這塊地它是自然生成的 因為這塊地有樹有林有水 那我們的生態就會慢慢的距離在這個地方去歇息 然後這塊地是1945年所拍的公園 那我們可以看到這條是基隆路 然後當時前面這邊都是鐵人 然後這邊會有看到蓄水池 然後這邊是延期間 所以我們當時人數比較多的地方是在延期街這邊 所以看到這裡建物比較多 可是你還是可以看到大部分都是在這鐵 然後這是松山煙場他們 台灣總督府 這是去時代的時候他們所建設的 可是我想要想的是 松山煙場它不是第一煙場 我們以前的第一煙場 是在我們現在所看到的金站 因為那時候因為鴉片的關係 他們禁止鴉片販賣 所以我們今天的煙 那時候煙的煙產量才會增加 可是那一塊地太小 所以他們牽紙 牽到松山煙場這邊 所以他們蓋了松山煙場 然後我們可以看到 那時候基本上樹都還是小 其實他們還沒有那麼大 以台北市政府他們在 估算這些樹年齡的時候 他們說不到五十歲 可是以這一張圖來講的話 基本上這一組基本上差不多六十歲 因為他們今天用一個很隨便 甚至很簡陋的方式去檢測這些棵樹 到底有沒有五十歲 甚至他們會覺得說 我們今天樹保法是說 不到五十歲的樹 不受保護 可是我今天很疑 或者是如果今天有一棵樹它四十九歲 再三個月它就五十歲 你還要保嗎 它照樣不保 它覺得說不到五十歲就不保 所以他們覺得說 只要是規範的東西 就是一定要做 不受規範的 他們就覺得無所謂 可是我覺得說我們今天 所講求的是 我們要給我們下一代很好的環境 今天不管是大樹、小樹 十年、二十年、五十年的樹 都一樣要被受保護 因為我們今天如果沒有保護這棵年輕的樹 我們拿來了五十歲的樹 然後這是當時松山煙場的外觀 那是外觀的情況 然後這一張螺絲松山煙場 那當時他們所自煙的一些 產線跟生況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它是一個很有規劃性的 一個產線 那並不是像 我們現在所看到的 只是 一個產線 會有任何的 誤差 而它是 從你原物料進來 到你生產完出去 它都一起承襲出去 到我們 我們現在手上看到的一頁 這邊 然後這張螺絲 是 左右各兩側 是自煙的 一些清機具 然後這些 就是我們 以前人在這邊自煙的時候 所使用的一個場地跟工具 然後上面這張螺絲 我們是台北機場 就是我們現在 面臨都更的 鐵道維修工廠 然後這個是平開工廠 那我會講到這個原因是 今天日本人所開發 來台開發所建設的 基本上他們都是一個 很有規劃性的一個版圖 如果我們把它縮小來看 就很像我們一個生產線 從你製作 包裝 出貨 到送貨 到市面廠 其實它是一整條線 而今天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基本上 像北廠 北廠附近就有 雙山煙廠 煙酒廠 平蓋工廠 所以 我們把它放大來看的話 它是沿著鐵道 下去做一個規劃 它就是一個很大型的一個生產線 從你原物料進來 到哪裡 我們就是把這個貨源 原物料的貨源 一個一個的 送到每一個工廠 到雙山煙廠這邊來的時候 就是最後一站 把我們的煙草 放到 雙山煙廠裡面 然後把火車 開進去維修 維修完出來的時候 再把我們所製造完的 煙酒 平蓋工廠這些所生產的東西 再沿路的 搬上火車 然後再往外 往外送出去 日本人在開發這裡的時候 其實他給我們後代很多東西 不只是文化古蹟 甚至是經濟歷史的地位 跟一些他們那時候 所想要留下來的 所保育的生態 或是環境 其實他每一個建築物 每一個健身 他的環保 甚至減減減碳的一些功能 只要我們有去過 北溪廠看 或是煙草 那個 松山煙廠看 其實他每個規劃都是很 很完整 然後這是松山煙廠的空灶 這三個地方 它是蓄水石 因為我們在 這樣看的時候 基本上松山煙廠 感覺沒什麼 可是為什麼他會用得 那麼多的蓄水石 因為在置業的過程中,它是需要乾燥的 那很容易引起火災 所以他們挖的蓄水池是拿來防災用的 可是我們可以發現說今天這塊地,現在含水量很高 它並不適合這麼多的建築物或是龐大的建物蓋在上面 因為它今天會影響到我們整個地基跟土壤的一些破壞 如果今天它含水量很高,今天如果一個地震 如果一個地震或是一個可能像高雄的氣爆 如果是這樣的話,基本上它是一個塔形 因為它今天含水量很高 而且它一直在抽它的水,地壓水 那我們可以很明顯看到,只要抽地壓水 那我們的地基就會地層下限 所以它並不適合蓋在這裡 所以當初大劇家他們在選址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就已經選錯地方了 然後這是我們還沒被開發的時候 他們所拍下的那個煙場裡面的照片 其實我們可以看到裡面基本上很多樹木 然後這些樹木基本上在那時候就是剛剛看到的那張圖片 舊圖裡面,那時候就種了 可是他們現在已經長那麼高了 可是今天政府說這些樹不到50歲了 可是很好奇的是為什麼他們會有種磁蚊 然後這邊的樹木基本上在還沒被開發過程中 我們有很多志工已經開始在關注這裡 可是不管怎麼擋都擋不下來 因為今天遠雄要開發,政府就開入了 只要有一個開發案,政府就幫忙開入了 那我們所剩的綠地在哪裡? 已經沒有了 那我們想要保留的是什麼? 我們今天保留的不只是綠地 而是我們想要給下一代人一個很好的環境 而不是在一個過度社會化的環境裡面做生長 然後這是國父紀念館那一層的樹木 然後這邊以前是籃球場 可是更早以前韓國大使館在這裡 在上面這邊 可是現在已經慢慢不見了 已經開始被拆了 然後這是他們在整地的過程中 慢慢消失的一些樹木 然後我們可以剛剛看到是 這邊原本有很多綠地跟樹木 可是現在已經慢慢還消失了 然後這是整地後的 而我剛才有講 這塊地在花20年的時間 他們所富裕的很多生態 可是當我們這樣破壞它的時候 基本上他們已經看不到所謂的鳥類 或是動植物或是蛇類 以前這一區裡面是禁止進入草皮的 因為這一區裡面很多雨傘型 因為它的生態裡面其實非常豐富 它的環境非常好 所以會聚集了那麼多爬蟲類 或是動物、鳥類來侵襲這塊地 然後這是整地過後所呈現的一個荒蕪 對,這是準備要被蓋大巨蛋的一個面積 然後這是我們現在所看到的是 它們慢慢的蓋起來的一些建物 然後我們的古蹟就永遠被塞在這些 百貨公司跟圓球大巨蛋的中間 我們現在開發都是 只要掛了文創兩個次 你就可以無限開發 只要掛了文創 不管任何地方你都可以去開發 而不會去重視到說 這個環境適不適合開發 而且當它們在開發的過程中 基本上它們一直在做建築變更 今天它們把一個可以打 四大運的大巨蛋 改到困難打 因為它們要 改它們的商業容積量 今天遠雄的目的 其實不是巨蛋 遠雄的目的 永遠都是三半 因為它要賺錢 然後它今天把巨蛋 放在這個地方 一個很擠的地方 那我們今天看 如果我們今天去看球賽 我們今天是 很高角度的去看一個球賽 基本上我們看球賽的時候 是一個平行線往下移 可是我們今天看的巨蛋 它是高樓層 然後我們是 可能會45度角去看球賽 其實它對視野來講 是很不舒服的 然後我們原本的地 我們還可以看到遠觀 可是如果當它蓋起來的時候 基本上 可能連國父紀念館都看不到 然後可能連這邊都看不到 甚至我們要真的走到 松山煙場裡面 我們才看得到國際 我們沒有辦法從外觀 外圍看 看到松山煙場 除非你今天在101 可能也看不到 因為它整個被擋住 然後這是松山煙場 遠雄大巨蛋的一個 外觀結構 可是他們今天在做這個設計的時候 他們沒有做良好的規劃 他們把它塞滿 塞滿了以後沒有路 沒有路的時候 他就想到把路拓壞 或是把這些樹全部拿掉 然後去做它的人行道 或是把道路拓壞 可是今天他把道路拓壞的時候 我們學校 我們旁邊 光復國小 那我們 小朋友的行路安全放哪裡 其實他把所有的路塞進去 其實他會造成交通危險 今天不是只有開車的人危險 他們永遠只是說 要給行車人一個安全的路回家 只要掛上安全兩個字 任何路都可以開 那我今天很靠邪的 會質疑說 那我們的行路安全在哪裡 你完全沒有考量到 我們旁邊有光復國小 這些小朋友 他們走這條路的時候 會躲危險 而且因為把路拓得這麼寬 請問一下 當時做這個規劃的時候 沒有這個模型嗎 有 有的話 怎麼會當時沒有發現 現在你說的問題呢 因為他們在做變更的時候 基本上他不會公開 他是到後面有族行的時候 他才公開 所以當大巨蛋 他們在設計前面的大巨蛋的時候 跟我們現在看到大巨蛋是不一樣的 那這樣他合法嗎 他給你看的 他給你看的 今天當然他是不合法 可是今天如果他硬要做 只要政府同意 圓雄想要的 或是任何建設想要的 政府終於都會開 因為我的意思是說 環瓶的時候 你拿出來的是一個版本 你剛剛講的是這個意思嗎 對 環瓶的時候是一個版本 因為那時候 對 沒有提到這 這麼大嘛 對沒有這麼大 就是 不應該是長這樣子 對 我的意思就是這樣 我們環瓶的時候 不是這個樣子 那現在弄成這個樣子 那 那我們環瓶做假的嗎 他環瓶先過 如果他今天硬要這樣蓋的話 他可以環瓶先過 環瓶過的時候 他在蓋的過程中 他可以慢慢蓋 然後 改的過程中 也是市府 去同意他的 所以今天不管是哪個機關 基本上 只要財瓶想要的 他們都可以 無限的 為你開這個門 無限為你開這條路 就算我們環瓶沒有過 他們還是會想辦法過 就算環瓶已經過了 你這個規劃很好 可是只要是遠雄 他們想要做變更的 或是任何建設想要做變更的 只要肯變更 或是 只要 想來你 是不是賄賂 那 他們就可以無限的 去為 所有財團 去開這條路 那 他原來 我不瞭解 他原來做的這個環瓶 對 那 他怎麼可以 再變更呢 我不懂這個 因為這是 已經 設定起來了 環瓶委員都 看過的 對都看過了 對不對 對 可是 如果 今天 市府 跟越遠雄 他們想要 再做規劃 今天 環瓶委員會要再回來看他的東西嗎 對 環瓶委員會要再回來看他的東西 沒有錯 可是今天環瓶委員會 還是讓他過 還是會讓他過 因為他已經改了 甚至他們會用任何手段 任何方式去讓他過 就算今天我們 環瓶 起初一開始 在審核的時候 沒有過 可是他們會用任何理由 任何手法 任何 一些專業知識 去讓他過 去讓他過關 然後原本的大巨蛋 基本上它是在 在這裡 它是一個很像貝殼扇型的樣子 是在這邊 可是他們今天做 練根的時候 他們是 這一整排 要蓋商業大樓 然後把大巨蛋蓋在這邊 然後這邊是他們 所謂的 辦公室 跟飯店 然後等一下會有圖 然後這張圖 基本上大家可以稍微 仔細看一下 因為我放了三張同樣的圖 其實它在改變 它慢慢的在做改變 那第一張圖的話是 還沒被都更前的一個空照 然後這張圖的話基本上 就算它還沒再被都更前 其實它的環境一直開始慢慢的變化 你看我們的那個 現在所謂的生態史 在第一張的時候 我們可以看到生態史 它上面所覆蓋的是 水生植物 水生植物 跟一些魚類或鳥類 都會跑到這邊來侵襲 可是當中間 這一張圖 你會看到它慢慢在減少 就是我們的環境一直在變遷 一直在改變 所以這些鳥類跟水生植物 它們慢慢的在變少 就算你沒有去開發這塊地 它一定會慢慢變少 只是說今天 這塊地被開發了 它只是加速改變 然後改變到它這裡 整個水生植物不見 跟它的鳥類很少人到這邊來吸息 因為這裡已經不適合它了 因為這邊的環境跟空氣 已經被這些所浮現出來的水泥 或是一些沙塵所受影響 那對於生物來講 動物來講其實非常不好 所以它們會 改變它們所侵襲的地方